大家好,我是龙飞 今天是11月15号周二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涨停满复盘 那么今天的大盘呢 是走出一个震荡上扬 而且呢是收出了一个小幅放量的一个光头阳线 那么最高点呢是3135点啊 今天收盘点呢收到了3134点 那么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 今天的指数是完完全全的站上了 我们的一个60均线的一个压力位 之前和大家说 60均线对应的是3120点的一个位置 连续冲击了一次两次都没有冲击成功 那么在今天呢 在北向资金以及场内资金的加持下呢 是直接站上了我们的一个60均线啊 万万是没有想到的 没有想到今天的指数呢 能够走得这么的强势 那么今天的指数上扬呢 还是和我们整体的资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首先今天场内的资金呢 一共是流入了105亿的一个资金 我们北向的资金呢 也是大幅的流入了80多亿 那么市场呢是现金未亡 当资金合力意愿较强的时候 同时也能推动我们指数继续上行啊 那么按照我们整体的一个预想呢 123应该是维持一个横盘震荡的一个走势 在周四周五的一个情况下呢 是有机会回补下方三千零五十点的一个缺口的 因为指数想要继续上扬 最好呢能回补下方缺口以后 然后再走出上扬的走势是比较安稳的 但是呢指数并没有像我们所预想的是直接回补下方的一个缺口 而反而是选择直接进入了一个上攻 并且呢突破了六四均线的一个压制 那么在今天的涨地板复盘之前呢 还是先看我们昨天周一的文章对于大盘的一个电评 首先周一的指数呢是冲而回落 三千一百二十点冲击未果 再次回到了三点的下方 距离下方的缺口呢还差三十多点 本周大概率是要回补了 这也是按照我的一个预想啊 那么从北向的资金流量来看呢 目前的蓝筹是属于低估值的一个区域 市场的风格呢将会逐渐去缺换 那么今天市场上涨的比较多的 那比如说像这个白酒呀 包括这个券商呀 整体的走势呢都是非常不错的 包括最近的一个半导体 芯片啊 整体走的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强 那么这也是市场的风格呢 逐步进行一个切换 逐步切换到前期的一个低估值的一个蓝筹 这也是北向资金今天大幅进场的一个原因 因为他们的一个资金呢 属于体量比较大的 一般的一个小盘股或者中盘股呢 是不足以承受他们的一个整体资金流向的 所以近期北向的一旦流入呢 进入的基本上呢都是像一些赛道呀 或者是蓝筹 以及机构比较普遍看好的一些赛道和标的 那么周一呢是直接下车了达到预期的一个文艺 大岗没有冲高呢是继续留在车上的 目前是两成的长位 那么大岗今天呢是直接选择了下车 在盘中的时候呢也给大家做了一波提示 在哪个位置下车的呢 就是在这里的一个位置啊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对应的呢 是20.78的一个位置 逐步的接近21 为什么我们在21的时候要选择下车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技术面的一个图形 上方的一个这里的一个位置 这里的一个区域是多空双方振夺非常激烈的 最高点是22.50 那么像这里的一个位置 我所画的这条水平横线 正好呢是打到20.88的一个位置 逐步的是接近21 那么所以这里的一个区域市场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多空双方的一个异象呢 基本上呢都是在这个位置要发生分歧 那么这里是资金合力进行一个下挫的 所以一旦打到这个位置呢 资金的压力呢依旧是非常大的 所以今天的一个位置 在这里冲高的21附近呢 也是在盘中直接和大家说 这个位置呢可以去做一个减仓了啊 那么减仓以后啊 再拉了一波拉到21啊 并没有打到这个位置 直接在这里的一个区域呢 就直接选择了下车了两层的一个仓位 那么同时啊 之后呢就出现了一个震荡下行 今天的半导体芯片走的是比较好的 那么像我们前期下车的一个苏州顾德 那么在今天呢是再次封板 但是尾盘呢依旧是出现了一个炸板的一个迹象 那么这只标的呢我们同样也是在五字线跌破的时候选择下车了啊 那么一旦大家一定要记住 强势的标的是不会跌破五字线的 跌破了五字线一定要选择下车 所以在这里即使出现上涨 我们也不要去选择后悔啊 那么再看啊 我们周一呢也是选择到了11家标的啊 八天七版的一个仙人饮食 四版的一个前景园林 三版的龙金 神机之药263啊 三香以及天下秀 反包涨停的有这个余月医疗 众生药业 特医药业 以及宜领药业 那么三版以上呢 依旧是只看不动 所以这些呢直接过啊 我们不看了 除非能调整到五字线附近 那么剩余的呢 就只有涨停反包的四字标的 全部是医药和医疗器械啊 那么大家看一下 余月啊 众生特医以及宜领 那么除了余月 其他的三只标的 我们按照人气排名分别是众生排第一 宜领排第二 特医呢是排第三的 所以这三只标的 我们找完看情况 选择到两只标的 在五个点内折地上车 依旧是每只两成的一个仓位 那么对应的 这几只标的 今天整体的表现如何 首先呢是排名第一 人际第一的一个众生 众生在早盘开盘的时候呢 正好是在三个点左右啊 所以在早盘的时候呢 直接不用考虑 直接上车 五个点内 我们直接考虑上车 上车了以后呢 就出现一个连续跳水的一个迹象 其实当时一要走的 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最终呢还是收涨了啊 但是在这里呢 发生了一个非常惊险的一幕 为什么在这里会出现 连续的一个跳水 待会呢给大家继续做讲解 所以今天呢 是上了两成仓位的一个众生要页啊 最终还比较不错 最终呢还是收红了 那么第二个呢是以领要页 那么早盘的时候 按照我们早盘的一个预期 同时呢也和朋友和大家说了 首先我们要先上众生 因为众生开盘的幅度 是在我们的五个点以内 那么同样以领呢 也是在我们开盘的五个点以内啊 早盘开盘呢 是在4.91 是不到五个点的 那么我们首先要选择上众生 上完众生以后 我们再去上以领 同样每只两成的一个仓位 因为特一呢 今天是直接高开到了五个点以上 我们是直接放弃的 那么我们上完了众生以后呢 结果发现以领已经冲高了啊 那么这里呢 一旦冲高超过五个点 就不符合我们上车的一个预期了 所以今天的一个以领要页呢 非常可惜 是没有来急去上车这次标的啊 所以今天呢 也是只上了两成仓位的一个众生要页 那么有的朋友就疑问了啊 为什么不选择余悦医疗呢 余悦医疗这一支标的呢 其实在找盘的时候呢 是非常有机会去上车的 为什么这四支标的里面 没有去选择余悦医疗这一支标的呢 那么我们大家去做一个对比 从我们整体的一个技术面上 去分析的话 大家明显的能够看到 今天的余悦医疗呢 创了历史的一个新高的啊 但是这里我们能够看到 这里的一个市场人机 余悦医疗和特一药业 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啊 那么特一在前期有连续的 没有连续的三到四个涨停 那么像伊林药业也是这一波的 一个大牛 加上前期伊林药业呢 也是积累了大量的市场人气 那么众生呢 就更不用说了啊 这一波呢 也是连续的出现上涨 从市场的人气 以及它的技术面 去分析的话 众生的人气要强于伊林 伊林的人气要强于特一 所以这三支标的 我们就直接忽略了 愉悦医疗啊 那么虽然说这支标的 创历史新高 但是今天呢 依旧没有出现涨停 所以我们找盘呢 只选择了三支标的 特一超过五个点直接过 伊林呢 是没有给上车的一个机会 上完众生以后 伊林直接过五个点 虽然今天也没有上 今天大岗下车了以后 目前依旧是两成的仓位 在这个众生要业啊 上了两成的仓位 为什么是这里会出现 大幅的一个打压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个静业达 静业达呢 今天在盘中的时候啊 是发生了一个 散崩的跌停 对应的一个位置呢 是完完全全 打压到了市场的一个人气 当时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也是非常非常的慌的 那么昨天呢 我们也是选择到了 静业达 由于是大幅的一个低开 所以呢 我们没有选择上车 结果今天 静业达是突然来了一个袭击 其实今天 静业达呢 整体的 由于在大盘上涨的一个情况下呢 整体的涨幅 要达到5%左右 才会形成一个特停 所以今天的很多资金呢 就在这里的一个位置 选择上车啊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 在这里选择上车 因为一旦今天的涨幅没有达到5%的话 那么是不会形成临时停牌的 那么如果明天 静业达解封了以后 是可以有机会 继续合力 继续形成上攻的啊 所以今天呢 也是创下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新高 达到了一个70.55 那么这一支标的呢 目前呢 还是在这个 十字均线的一个上方 所以呢 明天就非常非常的关键了啊 有可能今天呢 是故意打压盘面 这样的话呢 整体的一个建议达 就不会被关在小黑屋里了 这也是主力自救的一种方式 因为一旦资金买入的体量 比较大的话啊 或者是在尾盘的时候 没有按住 那么涨幅达到了5%以上 那么整体的这支标的呢 就会再次被关入小黑屋 而且时间呢 也会比较长 所以主力呢 有可能会为了他的一个 后续的一个继续拉升出货 所以呢 选择直接按在跌停 这样的话呢 买入的资金就会比较少 这样的话呢 他这里的一个资金呢 明天也有机会再次做一个低吸啊 所以呢 这是走了一步险棋啊 那么明天到底如何 我们就要看十字线 到底能不能够守住了啊 那么我们再接着去往下去看文章 那么像周一的开盘市场情绪呢 其实也是比较不错的啊 北向呢 也是大幅流入 昨天的北向呢 也是流入了上百亿 那么指数呢 是率先上攻了3120 接下来的两天 如果指数不能够强势突破 那么周四周五 大概率是要回补下方3050的缺口的 结果今天呢 是直接强势的进行了一个突破 周一的量能委说 达不到周五的 那么高的量能 本周内将会试探 五日线和十线的一个支撑 回补缺口 市场少了担心 才能更加稳定的拉伸 结果没有按照我们的一个预想 结果呢 是直接强势的突破了 那么整体的六位战法 评分呢 是平到了5.8分 对应不超过六成的一个仓位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指数 是完完全全 站上了各条均线 那么从我们的一个技术面 和基本面上去分析 目前呢 是属于一个强势上攻的一个形态 所以呢 我们目前两成的仓位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呢 明天开始 我们就可以继续找到合适的标题 去做一个加仓的一个动作 那么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涨停满复盘 之前和大家说过 一旦市场的涨停满加速 达到了120加以上 那么就会形成场外的资金 比较少 那么今天的一个涨停满加速呢 一共是达到了120加以上 所以今天选择的标题呢 会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资金呢 同样也会在明天发生分歧 但是呢 我们依旧要一直一直来选 因为目前呢 我们依旧有不少的仓位呢 可以选择一些合适的标题 去做一个上车的一个动作 那么手版的啊 以及300688没有出现涨停的 我们暂时是不看的 亨第2页 目前的一个二版啊 这种300688一涨就20%的 目前呢 已经完全的位置 已经比较高了 尤其是目前创业版 应该是涨幅最多的 应该是三连版啊 就是三天的时间 每天都涨停 每天都是20几米的涨停 那么对于目前的一个二版 我们肯定也是不会选择选择追的 而且呢 他也不是市场的一个龙头 所以300688没有涨停的 我们就暂时就直接过了 那么这样呢 就能够排除到不少的一些标题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手版啊 手版涨停的 看有没有近期的一个主流 天地元啊 天地元这支标题呢 目前是三连版的一个涨停 三连版呢 我们一定要是要关注的 关注它呢 是看后期有没有在五日均线附近上车的一个机会啊 那么手版我们暂时依旧是直接过 暂时呢 也是先不看 看有没有能够近期的一个板块龙头啊 或者是这个人气龙头 我们再选择做关注 黑猫啊 这里的一个手版的黑猫前期赏分也是比较大的 那么连续的调整呢 也是直接腰斩了 那么近期的二十线找到了一个支撑 但是它的一个涨停性并不是很高 那么大家从今天市场的一个资金流向来看呢 今天的一个芯片啊 走的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那么像输出古着 如果能涨停的话呢 一定会再次进入到我们的一个标题当中来 但是呢 很可惜 它今天呢 尾盘出现了炸版 没有形成了一个封板 所以呢 暂时我们就不做关注了 特医药业啊 我们一定是要选的 近期的一个医药中药医疗器械 依旧是目前市场的一个主流 贵舟三利 目前是四天出现了一个三版 涉及的一个概念呢 也是这个图文堂啊 中药 所以目前的一个中药呢 走的是非常非常强的啊 贵舟三利 也把它加了自选当中 但是呢 我们暂时不选择上 一定要等调整的时候 或者是市场的人际龙头 我们再去选择上车 赛物技术 风华高科啊 虽然说今天的涨停板非常多 但是能够符合我们模式的啊 暂时呢 应该不会有太多 文态科技 文态科技呢 这支是属于这个半导体芯片里面 汽车芯片里面 走的比较不错的啊 那么文态科技呢 之前呢 也是在143 目前呢 也是腰斩 再腰斩啊 前期呢 是在13的一个位置 今天呢 是出现了 自新低以来的第二个涨停 同时呢 这也是打的位置 相对来说 比较平稳的一日标的啊 目前的风单呢 也有38亿 所以这支文态呢 在半导体芯片里面 整体的一个名气 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所以这支标的呢 可以把它放在我们今天的资源当中 之前呢 也是一直有关注的一支标的啊 那么基本上呢 都是比较熟悉的 这支标的呢 之前我们也是有做过关注的啊 大家应该能够明白啊 之前呢 也是有关注的 今天呢 也是在20线 直接再次出现了一个上涨 那么我们关注过的老朋友呢 一定也要会继续选到资源当中 手板来说呢 还是比较安全的啊 那么赛腾啊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顺落医院通信 葵花药业 葵花药业呢 也是这个一要中药板块 目前的一个二连板 但是没有形成三板啊 我们暂时就先不看 因为它和众 这个呃 众生药业区相比的话呢 它的一个市场人气呢 还是要稍微弱一点 那么维尔 维尔呢 也是这个大资金 比较喜欢买的一支标的啊 那么维尔和文泰 那么都是属于这个芯片 再次形成了一个上弓 那么底部呢 也是60.64 也是近期呢 相对应的支撑 非常强的一个底部了 上方呢 还有两条上方的一个均线 那么维尔呢 也是属于这个资金啊 尤其是北上资金呢 比较中意的一些标的 那么也是涉及到这个半导体 芯片啊 今天走的呢 也是非常强 那么整体的一个总市值呢 也是有1000多个亿 总市值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那么所以说像这种标的呢 其实是并不太适合短线的 因为它的资金体量比较大 如果想要去拉伸的话 连续拉伸 尤其是连续拉伸 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啊 所以呢暂时就先不关注了 保民科技 也是我们这里选择到关注的 创历史新高的一支标的 今天呢 是再创历史新高啊 股东总数1.1 人均持股 但是像这种历史新高啊 它的这种市场人性呢 就非常非常少 但是历史新高呢 我们也是要先关注一波的 二版视觉中国华天酒店啊 华天酒店这一支 也是走的非常不错 那么这里呢 连续的一个连羊 走的呢 就比较吸引市场的一个关注了 所以华天酒店啊 之前呢 也是涨了一波啊 涨了一波二版 直接被打压 那么这里呢 是再次卷土重来 连续12345678910啊 10到11连羊的一个走势 那么即将呢 可能会创下近期的一个新高 那么作为手版当中呢 也是走的非常不错的一个连羊啊 那么这里呢 也是走一个主上浪的一个趋势 每次达到五十六线 十六线就会出现拉伸 那么但是目前这支标的呢 是属于酒店餐饮 它不是属于目前市场的一个主流的一个人气龙头 那么目前市场主流的呢 还是以这个医药 那么前期在竞业达没有出现跌停的时候呢 其实像这个信创 也是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 但是无奈 今天的信业达是直接跌停了 那么跌停 我们依旧要对这支标的呢 继续有一个关注 因为像这种建业达跌停呢 它的市场人气还是在的啊 足利的资金呢 同样也是没有跑完的 那么像众生药业一样啊 第一天跌停以后 第二天直接反包 所以明天市场的一个建业达 也是直接将被放开 放出了监管的一个小黑屋 明天即使出现涨停 反包的一个走势 那么也是不足为奇的啊 所以呢 大家依旧要对建大 有一个继续耐心的一个关注 今天的一个芯片走的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以领啊 以领今天晋级成功了啊 前期医药的一个龙头啊 我们也把它加到今天的资源当中 美丽云目前的一个三板啊 那么也是有一个 这个重组概念在里面连续的 二连板 基本上呢 没给市场任何机会 华盛昌啊 目前的一个医疗器械 也走出了一个三连板 三连板呢 我们一定要去关注的 也把它加到今天的资源当中 但是呢 不适合去上 一定要能调整的时候 我们再找机会啊 千万千万不要去追高 那么有的朋友问啊 那么老师今天市场走的这么的强 为什么你只有两成的一个仓位 你没有想过去选择 其他的一些标的去进场吗 啊 告诉大家 如果没有符合的标的 宁愿不上车 也不要在盘中轻易的去上车 这是给大家的一点忠告 那有的朋友觉得啊 今天大涨了 我一定买什么都涨 那么即使我不上这个 我也可以去上这个 反正都是赚钱 赚哪个都一样 但是这种盘中买入的一个行为呢 很会让你去有一个追高的一个情绪 或者是没有经过一个理智的思考 那么你既然买入了以后 那你一定要有一个 他的一个规划 比如说何之上车何之下车 但是你一旦非理性的一个买入 即使是出现亏损 可能大部分的散户呢 依旧是处于备套啊 或者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一个解套 所以如果没有发现合适的标的 宁愿空仓 也不要去选择 随便去上一只标的啊 宁缺物赖 大家一定要记住 那么光大证券呢 今天是属于券商当中 走的比较强的 但是呢 光大证券呢 不是最强的啊 我们再往下看看 今天呢 应该是有一个香材 我记得应该是盘中 应该是出现了一个三连板 我们找一找看 能不能够找到啊 广信啊 目前即将创历史的一个新高 34 32啊 但是这只标记呢 暂时也不上 因为他的前期走势 走的太纠结了 华东速控 今天的一个工业母机啊 也是出现了一个强制反弹 神奇制药啊 这里是出现了一个新的一个四板了啊 神奇制药 一二呢 再次出现了一个板块的轮动 前景园林啊 依旧是只关注不看的 那么在早盘呢 也是直接给机会上车 再次封板了 中金共达 所以今天能够选择到的标记呢 应该是比较多的啊 但是适合上车的呢 应该就不会那么的多了 博明 永兴 君亚 天卧 长白山 中天服务 中天服务呢 也是三板啊 也是直接竞技成功的 我们也要把它架到资源当中 彩虹 英丽 汽车 上荣啊 这里是三香啊 三香呢 也是目前的一个四板 月泰 月泰呢 也是目前的一个三板啊 北京军阵 9.84啊 全部都已经选择完了 今天选择到的标记呢 是有14家 那么三板四板以上的 我们是不看的啊 是只关注 但是呢 不选择上车的 天地啊 特一不上啊 这个贵头三列也不上啊 都是文泰 可以是一只啊 这里是720亿的一个风单 相对来说呢 是比较高的了 那么这里的盘子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啊 但是呢 可以作为一只备选的一个参考 那么再往上啊 这里又是一只备选的一个参考 但是这两只标记呢 市场的人气都不是太高 保明呢 是前期就发现了啊 一直是沿着五字线 稳步攀升的 目前的位置呢 也是历史的一个新高 101夜啊 目前呢 是二板暂时 二板以上的是不追的 华盛昌同样也是 整体的位置都是比较高 中天服务 三箱印象 约泰 那么今天能上车的 明天作为能上车标的呢 其实也是只有两家 一个就是这只标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 刚才选择到的一个文泰啊 一共是这两家标的 那么这两家标的呢 对于目前的市场来说 都是出现到了一个首板啊 但是呢 市场人气呢 都不是太高 这也是市场逐步出现的一个转换 因为前期呢 是一直都是以医疗为主 那么近期呢 虽然也有医疗 但是呢 依旧会出现第二个板块的一个轮动 那比如说目前的一个主线是医疗啊 之前呢 是这个信创 那么信创 今天竟然打跌停以后呢 明天市场依旧会有宽多度 那么今天的一个芯片呢 是再次放量上涨 所以呢 芯片呢 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备选的 那么只有这两只标的 可以作为上车的一个备选 所以明天呢 我们依旧会选择啊 看着两只标的 整体开盘的一个走势 然后呢 再去考虑 是否要去上车 那么今天的一个 转地面复盘呢 就和大家说到这里 晚上呢 在文章当中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盘啊 谢谢大家